大家好,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个面目全非的石门,正是乾隆帝宫中最后一道石门,在1928年被孙电英破坏。 孙电英盗取乾隆帝宫中奇珍异宝的同时,惊奇地发现一具女性干尸,只见她穿着黄色龙袍,尸身完全没有一丝腐烂的痕迹,皮肉也完全无损,面带微笑。 除了两腮和嘴下的皱纹,尸身褶皱都很少,牙齿也未完全脱落,看样子50岁左右。 经过鉴定,这个干尸正是令妃娘娘,从令妃去世至官国被打开,时隔150多年。 抵宫被盗后,溥仪派遗臣来处理善后事宜,把令妃的干尸放在眼前这具官国之中。 令妃生前十年之内为乾隆生了六个孩子,最后又是他的儿子嘉庆继承了储君之位,死后150多年又实身不服。 所以很多人认为令妃才是乾隆后宫中最大的赢家,对此,你们怎么看?